主料,鸭肠500克,青椒4个,红椒4个,辅料,姜,蒜,花椒,买回来的新鲜鸭肠里放多一点的盐抓洗,然后冲水洗净,再放盐,洗,冲,反复两三次,洗去异味,锅里加水,适量花椒跟姜块烧开,开后放入鸭肠,稍微煮一小会,煮鸭肠的同时, 把葱姜蒜,辣椒切好,非过水的鸭肠只剩三分之一了,捞起洗净,沥干水,切断,炒锅放油烧热,一次性放入切好的辣椒与葱姜蒜,炒出香味,然后放进鸭肠,加适量盐,好油,酱油,太干的话可加一点点水,然后迅速翻炒就可以了,烹饪技巧,鸭肠里可以放一两小勺的盐抓洗干净去异味 虽然买回来时看似洗过,但总感觉不干净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